一、笑骂,由他人笑骂,好坏我自卫之,而如果认准一个目标,那么就于是要认,出手要狠,伤后要稳。 三、能容忍,眼前的侮辱,放下架子,顾全大局,这叫厚。 四、厚黑的诗用,定要忽一层人意道德,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现出来。 五、最初灭封魂斧,不够不黑,忽有一人又厚又黑,众人必为所致,而独占优势,众人看来,争相效仿,大家都是又厚又黑,你不能致我,我不能致你,独有一人,不够不黑,则此人必为一人所信仰,而独占优势, 例如商场,最初商人,尽是货真价实,忽有一脉假货者,参杂其间,此人必大赚其钱,大家效仿,全是都是假货,独有一家货真价实,则够者云集,始终不衰,不败。 六、一面正义大旗,一个响亮口号,会把天下的人心吸引过来,使原本并不存在正义与否的事业,也变得正义起来。 七、生活沉闷是一种福气,即无事发生,平安是福,每月起床,一切都熟悉可靠,热水龙头,香皂,某天都知道放在何处,夫妇何求。 八、时尚千般好,处世万般难,上帝赐予每人一颗心,却让他隐藏在最深处,人的思想要用语言来表达,人的尊严要靠镊子来维护,人的交流要靠感情来维系。 所以,人心难测,人也可畏,人情难适,人缘难解。 九、天下期谋妙计,无故与脚踏实地。 十、万物都是互相竞争,一类则所需食物不同。 竞争还不激烈,未有同类之越相近者,竞争越激烈。 虎与牛竞争,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,狼与羊竞争。 不如狼和狼竞争激烈。 十一、手足的锦绑,是越抹越厚,沾了凝土尘埃的煤毯。 是越洗越黑,人的面皮很薄,慢慢的磨裂,就渐渐的加厚了,人的心,生来是黑的, 欲知讲因果的人,讲理学的人。 那些道德人已蒙在上面,才不会黑,假如把他洗去了,黑的本体自然出现。 十二、不要说穿他他的秘密。 特别是一些个人隐私,知道的不要说,不知道的不要问,因为这事与你无异言使他,他人受损的事。 十三、生活中不少人是只肠子,一根筋。 没人处事不撞南墙不回头,石头公牛也拉不回来。 这样的人最该学点迂回数,让自己的大脑多几个勾回,肠子多几个弯弯小,神经多强些末梢,一眼以蔽之,到几个圈子,可使你能在人情关系中得到学会。 十四、随和不代表放弃尊严,不若是者绝非怕是。 十五、谈谈好色之人,身灵俱火,旁人看得清清楚楚。 而本人则茫然不知,因为他的思想感情,以直线进行功力,直线在墓地物上。 两行的事物,全部能见,譬如还是想做官,做了官还嫌小,要做大官,做了大官,还是向前不止。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,还想做皇帝,秦皇汉武,做了皇帝。 在中国称尊,还嫌不足,又起兵征伐四仪,四仪平复了,又要想做神仙。 这就是人类事与一直现进行的名证。 十六、世间的事,分两种,一种是做得说不得,一种是说得做不得。 十七、不教的狗,咬人最凶。 十八、性煞说,性恶说,二者背道而驰,是双曲线让他。 十八、坦知人性是浑然一体,无所谓善,无所谓恶,即成为浑然之原型了。 十九、实际上,求生和追求幸福,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。 自私是人的天性,也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。 二十、有人说,人的意志力为物质所支配,又有人说,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。 但不知道,物质与意志,是互相支配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